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先生好 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呢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近期的移民留学的一个趋势 大家都知道呢进入今年以来呢 无论是这个移民人数还是留学人都比较多 那么作为一个有二十多年老字号的这样的移民留学公司 像你们在第一线呢已经会处理许许多多这个案例 那么根据您的经验我们先说移民吧 那么近期这个移民上面有什么变化呢 移民政策呢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新西兰的移民政策呢基本是稳定的 有关这个投资移民 创业移民 技术移民 家庭团聚移民 这三类移民 应该说是前面这三类呢 投资移民 创业移民 技术移民 这是主流 那么后面这一类呢叫团聚移民呢 这个就是是属于这种 相当于是人道性质的 那么这个前三类移民呢 是占主要的配额 投资移民创业移民呢 目前来说呢 这个是我们中国公民呢 比较关注和关心的 反而不是技术移民 反而不是技术移民 为什么呢 因为技术移民的话呢 它有个要求就是海外学历 必须要达到6.5分的亚实成绩 所以呢 大部分就是您说的 是投资移民和创业移民 非常多的这些客人呢 询问能不能做投资移民和创业移民 因为他们具备了基本的经济条件 他们有钱可以来投资 但是呢 这个对于我们中国公民来说呢 新西兰的投资移民和创业移民政策 对他们这个又非常大的一个限制 这个限制并不是针对中国公民 但是客观上来说呢 中国公民很难满足 第一就是说他要求这个申请人的资金 必须是交过个人收入所的税的 这在我们这个中国的税务体制来说呢 很难做到 因为呢大部分的申请人都说 你知道的我们中国人 中国公民是不交税的 其实呢 不交税并不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行为 也就是说政府的税务体制呢 还是要求这个你做生意也好 你这个工资收入也好 都要交税 因为它是有交税的这些法规和章程的 但是呢中国现在的这个企业也好 个人也好 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做法呢 都是能逃税就逃税 应该是这样子啊 能不交就不交 能少交就少交 其实它有些这个正规的一些大公司 它还是正常的按照交 按照工资的这个收入 正常扣除 是的 像一些这个上市公司 大的这个跨国企业 他们都是非常规范的 那么交税的情况也很好 所以说呢 这些私人企业呢 一般来说呢 没有税务记录 那么他们要做投资移民和创业移民 就在这个环节就被卡住了 这是第一个难点 第二个难点呢 就是这个要求你如果你的这个税务有了 你这个你的钱的来源是合法的 但是呢你批下了以后呢 你必须按照这个中国的这个规定 你说中国的规定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往外转钱啊 每年每人有五万美金的额度 额度对 那么如果你做投资移民的话呢 他的这个投资移民的minimum的限额 是150万纽币 那么你要是用这个五万的限额 额度来转的话 你要转很多年才能转过来 是 所以呢就是说 纽西兰政府啊 他规定说 你批下了以后 你必须把你的资金投资额 通过bank system 转来纽西兰 就是说通过银行的系统 转到纽西兰的银行 对于这个中国公民来说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因此呢有不少的申请人呢 这个PR批下来了 通过投资移民 那么最后呢是 这个赚款的这个渠道不通 然后呢申请就放弃了 最终也没有贴得上去这个PR 所以呢就是最终是流产失败了 所以说投资移民 对中国公民来说呢 这个难度很大 当然了 难度大并不意味着说不能做 还是能做的 像刚才说到的像 那些个大的公司 跨国公司 上市公司 他们呢在税务上面呢 都是非常规范的 他们是严格按照中国的税务法制 去这个替个人高管 去交个人收入所的税 那么如果这些人 有兴趣移民的话呢 他们就很容易获得通过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关于资金转款的话呢 除了正常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银行系统 中国的这个叫外汇额度的限制 那么新西兰移民局呢 也有跟中国的一些个 这个国企的一些个小大的这个投资公司 也有签约 那么如果说你批下来以后 能够通过这些个新西兰移民局批准的 这个投资企业 跟他们去这个联络上 就是说他们这个 你在他那里投资 然后呢 他可以帮你把钱转出来 这个是新西兰移民局所认可的 那么如果是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点 对对对 如果是通过这条渠道的话 那么你这个投资移民 就是可以走得通的 就是说 总结起来就是说 新西兰的这个投资移民 并非对中国公民制定的特殊政策 并不是 他这个政策呢 是针对全世界的投资移民 所制定的 但是呢 这些条件呢 就是说 有些国家是完全没有限制的 就是比如说 外汇管制 还有呢 这个交税 像我们在西方国家呢 就是有收入 必须要交税 这个是法规 这个是法律 大家都要 人人都要遵守的 那你其他的国家呢 人家按照这个做 就很顺利 就可以实现投资移民 所以呢 就说 这个对中国公民来说呢 相当于说 他要挑选那些 这个合法的 这个合规矩的 也就是说 中人是可以做 只不过就是 难度会大一些 当然人呢 是各安各利 对 就是也是case by case 对 那我们说到这个移民 我们说说留学吧 留学的话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近期呢 我们新西兰的这个 留学 留学的人数啊 也是保持很高的啊 对 那么中国一直是 它这个比较大的 一个来源国 是的 那么现在这个 留学的主体人群 是什么呢 是 目前来说 留学的主体呢 跟这个十几年以前呢 有所改变 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从99年开放 这个对中国的留学市场 一直到现在呢 已经是快接近 20年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么漫长的 时间当中呢 就是说这个留学的 这个人群的组成呢 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像这个99年 2000年前后的时候呢 来纽约来移民的 这个大部分都是 初中毕业高中毕业 这些年轻人 非常的多 这个每天呢 甚至是从中国过来的 这个留学生啊 每天都可以达到上千人 那么这个从2010年以后 也就是说 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那么这个年龄的 这个成分呢 发生了变化 从2010年以后呢 这个留学生的这个年龄 去低龄化 那么很多的小留学生呢 包括这个像在读小学的 在读初中的 纷纷的来纽约来 这个留学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是基于 中国大陆的这个生存环境 最重要的呢 是基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教育环境 那么很多的这个 英明或者是叫聪明的父母啊 他们就觉得说 新西兰的这个教育 更加适合孩子未来的前途 和他们的这个未来的身心的健康 所以呢 就是说 有些父母不惜这个就是 隐通各爱吧 隐通各爱呢 就是说这个把这么小的孩子 送来纽西兰来接受西方教育 通常呢 这个都是妈妈或者是爸爸来陪读 那么因为这个一个家庭呢 也不能一家三口都来 爸爸或者妈妈在中国继续赚钱 来支持这个孩子来留学 还有陪读这位 妈妈或者爸爸 那么这个 这意味着说 一个家庭啊 叫两地分居 这个牺牲是巨大的 但是呢 他们看到了孩子的这个前景 因为在西方受教育的话呢 就是说 孩子的心智 和这个受教育的情况 就是说 能够这个在身体方面 和这个心智方面 得到这个全面的发展 所以说呢 这个很多人就说 在中国孩子呢 要披兴待月 早晨天不亮要起床 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够上床 所以呢 就说 在中国 这个最最辛苦的是孩子们 虽然就说 父母呢 不忍心 孩子在继续接受 这种残酷的教育 他们就说 这个不要 什么 输在起跑线上 好的 那么现在就是 有个口号呢 就说 那也不要死在起跑线上 为了避免死在起跑线上 所以呢 赶快逃命吧 所以呢 我们这个留学的主体啊 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是的 那我们知道呢 无论是移民还是留学呢 我们新西兰都有一定的 这个法规规则啊 对 民意局啊 是的 如果呢 想更多的朋友 想了解这方面咨询 信息啊 都可以跟 有着二十年 二十多年老 自豪的这个 我们江阳移民留学公司呢 是的 取得联系 好 那么谢谢范里士 给我们做介绍 谢谢朱先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